好,我们现在到Google Trend 内容说到这个Google Trend Google Trend 这边有个Google搜寻趋势 这很简单,内容说好了,我们来看 你们要跟哪一个学校来比 健行,南亚跟健行 南亚,我们是科技大学,对不对 然后,逗号,逗号什么呢? 健行,科技大学 对吧 对吧 好,那 红色,红色是健行 你们会不会觉得 南亚技术学院 就是这两个,两个学校的那个 还是低,还是低,可以吗? 可是至少比刚刚多了 什么 好 老师,你们那 红简,用的红简是盛量还是人 那搜寻的人 盛量 盛量,对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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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搜寻的方式来去改变 那不管好心理 对 没错 没错 好,还有什么 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对 对 这可以比较 但是 谁愿意去做 这个大陆 有很多人 他写那个 机器人 机器人 然后去写这程式 去创造那个假的流量 这叫假的 但是可以做 可以做 我们总统选举 要不要做这种事 要 这就是资讯作战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是重不重要 这在招生的时候 我输人不输政 这绝对做得到 可是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你可以 你可以活在 就是说以前那种方式 可是现在 现在因为 他这种方式是 是网络的趋势 预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继续 这还不够 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总想要去关心一下 南亚技术学院 哪一个县市来的最多 居然不是桃园市 为什么 这老师应该会蛮关心的吧 鲜北市我们不用讲 鲜北市因为他人口说很多 可是我们应该有在地优势啊 为什么桃园市人不来念 南亚技术学院 我们就值得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虽然它是第三名哦 可是你随便去看 例如说好了 那个台大一定是台北市最多 虽然那个新北市人口 它将近400万 台北市就260万 但是很奇怪 就是台北市就有在地优势 相对的 你觉得南亚技术学院 本来就应该是 可能是第一嘛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知识 所以请问这边 是不是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 桃园市做的广告不够多 同意吧 这样知道吗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资讯之后 我们再去思考 要不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政策 所以这个Google Trend 是不是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 南亚技术学院的搜寻热度是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 健行它的搜寻热度 你看健行 健行做到什么 高雄市很东西 高雄市第一页 你有没有看到第二名是台北市 而且桃园市也是第三 有听懂这边的差别吗 请问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我们学校 我们应该要去哪一个县市做广告 我们应该要去南亚技术学院 要去新北市做广告 会比较好 招生招到的机会 反而会比较高 好 再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人家查询南亚 南亚 因为我现在我县市是南亚技术职院 所以他这边查到的就是别人打我们这个学校 我们用的名字就是南亚这个字 我想这应该是很正常的 还有什么去搜寻 在网络上搜寻南亚 然后空格技术 还有空格学院 这是比较多的一个输入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所有的热门的排行里面 这也是热门的排行里面 这就是建型了 建型 就是南亚技术学院搜寻 最多的是南亚这个词 然后搜寻建型科技大学 最多的是这个 建型科技大学 可以吗 可以 老师 你是不是输入关键字的时候 越仔细的时候 他出来的东西会比较细 然后你越管半 那你是南亚 就在南亚中学 当然因为你输南亚 好多叫南亚 那老师你跟20的时候 有专门打资工系吗 你现在就要输南亚 资工系 或者是说我们幼宝系 就是说幼宝系 两个对比 对 你没做明星幼宝跟我们南亚 我们来做南亚控一格 资工系 对不对 老师是幼宝系 我知道 我们做同样的学校 两个不同系 这里都是幼宝的老师 不是 我总要有一个比较 跟南亚资工系 来做比较 空一格 幼宝 对吧 你老师这种不是校免 什么校免 可是因为打两个的时候 关键词一格是蛮有资格分 蛮有资格分 尤其是我们学校里面 这一系跟这一系 对啊 对啊 我就是说这两个 你到时候可以回家自己 去评评看 就是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肉宝系 跟别的学校的肉宝系 来比较 可是在这边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 他搜寻的热度很低 你看这边搜寻不足 资料不足 因此无法行事 无法行事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 例如说 南亚之宫系 我们不要比 那我们 幼宝系 你刚刚说跟哪个学校比 跟明星 明星 幼宝吗 老师新旧的星 幼宝系 这可能也会没有喔 幼宝系 那我们就明星 科技大学 对 幼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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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也会没有欸 幼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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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边是蛮接近的 可是为什么在差不多是 就是学校一刚开始的时候 这边明星科技大学会比较高 主要我觉得可能会选课 选课他要知道怎么选课 或者是说那个新生 新生他要去查询 那个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这个时候明星科技大学的人数多 还是免养技术学人数多 这都会影响到搜寻的结果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真的可以用机器人来去灌水 在大陆叫水均 就是一直在把那个 就是说量拔冲上去 但事实上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不是指标 不是一个本质的做法 应该是说假设当我们今天 今天去看完说 这个搜寻的热度 然后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地区的人来我们学校比较多 像例如说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个南亚技术学院 这边你看 在比较的时候 这个搜寻热度 南亚技术学院 都发现又是桃园市比较多了 桃园市有看到吗 桃园市比较多 然后新北市第二 这跟刚刚那两所学校来做 比较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跟明星来比 刚好有点跌倒过了 好 先跟你们参考一下 那这是GoogleChannel 我们先围绕的APP 全部都是在Google里面 也就是它有一系列一套的这些APP 可以让我们来来去使用 这些我们都统称为叫做Google Suite 好 那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可能要暂时在这边 就到一个段落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看 我们大概把一些常用的 像例如说Google的表单有介绍吧 Google云端硬碟有介绍Google四川表 四川表那我看到 Google文件 文件是不是OCR YouTube影片 也跟各位介绍了 协同平台 要协助 协作平台 做网站的 好 都跟各位分享了 那我想这些东西 应该对各位 教学上面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 就是改变跟就是可以 请大家再思考一下 如何做一些调整 让我们的教学能够更好一点 那你们用保系的话 我觉得除了学生 除了学生 可能有时候还 是不是会有那个 那个家长 这边需要的一些 那家长就是属于往外的部分 好 所以这都是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 好了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因为我们还有一次的课程 还要再跟各位 再分享其他的事情 像那个YouTube 如何快速做出一个影片 好 这我也觉得也是很棒的主题 然后让我们去做行销 还有教室 好 这也是蛮好的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 暂时上到这边咯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留下来讨论一下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暂时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